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到父母身边 双手放上一杯茶 表达对父母的感恩 大声唱颂经文 用心演绎父母恩仲南报经 经过七个月的演练 孩子们都成长了不少 我觉得他会开始有那种爱心 会开始照顾人家 他在家里也会很照顾他的弟弟 对父母也是会很有礼貌 他在学校里就学会了自己什么事情是他应该做的 三年的品格教育是大爱幼儿园学生成长路上的一盏明灯 滋养他们幼小的心灵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综合报道